今天在屏東九棚地區是有陸軍航特部的訓練 可以看到這個上空是有阿帕契直升機 黑鷹直升機 但今天是沒有實彈操演的 主要是因為今天是為7月4號的神音操演實彈 來做提前的準備 像是海上看到這把船 目前是在測試距離 主要就是希望7月4號真正演習的時候 能夠不影響漁民的動線 讓漁民能夠有提早準備 而這把船在石兵操演的任務當中 主要是讓這個飛彈能夠當成目標 不過想看到這個實彈射擊 強大尾焰將這個彈體給推進 射中目標把船畫面 就要期待7月4號的石兵操演了 目前包括雙旋翼直升機 也都是在上空測試航線 今天風勢相對大 不過整個訓練還算是穩定順利 所以在上空可以看到 軍方總共是有出動了攻擊直升機 偵搜直升機還有運輸直升機 總共四架直升機 不但的在上空盤旋來測試航線